台灣全新六十公斤級選手吳施怡 平均台灣人只四百公斤跨欄選手 彭明揚來給我們 奧運台灣館 運動大明星彭明揚 吳施怡現身文奧台灣館 不忘宣傳 寶島美食 享受真奶冰棒 我要走進來 小心 要走進去 要走進去 不要走進去 彭明揚拿真奶徽章 跟世界選手交換 打響台灣名號 吳施怡更把徽章送給奧運選手村 當地市長 深化臺法 兩國交流 台灣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事物 都需要在國際上發展 然後也很高興 我們台灣的文化 在國際上都能被看見 不管是我們奧運選手也好 或是我們的奧運選手 場內想起台灣熟悉節奏 搖滾DJ 琳貓王 持續炒熱氣氛 跟世界拉近距離 就覺得法國其實是一個 非常大膽跟自由變放的民族 大家看到奧運開幕式 就知道有沒有 就他們沒有在 care別人的想法 這其實跟台灣有點像 小市製作的舞團走下台 發揮強大感染力 號召全場共舞 其實我們都盡量在提供 所有各國的來賓 貴賓 感覺到它是一個饗宴 所以我覺得最直接的 其實就是整個主題 其實圍繞著食物的味道 然後再來其實就是我們 可以說是我們的熱情跟微笑 溫澳進入倒數台灣館利邀 全球選手入場 共享勝利 同時行銷 報導文化 三立新聞 周金光黃教委 發股巴黎採訪報導